请大家还是好好保重自己 保重自己有很多方式 你需要吃的内外兼具 你需要吃的营养 吃的天然 然后少油盐 就是清淡一点 多喝水 运动跟晒太阳都还是要 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 身体里面跟身体外面都要照顾到 那进行也是一种照顾自己身体里面的方式 那还是很开心听到大家都很好 而且都是在自己的练习里面都有些进步 那我今天还是提醒大家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提醒大家一些基础进行的练习 再分享一下 因为好像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容易分心 在基础进行练习的时候 一开始当然我们就会先找个舒服的坐式 跟舒服的环境 所以你请现在看一下环境 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没有很舒服 你需要靠墙 或者是需要靠的椅子 或者是有抱枕 都可以把它拿来用 先让你自己不一定要将盘腿坐折的 就是传统的进行方式 然后要需要先找到一个舒服的环境 所以如果太亮 你可以把灯条按 甚至关掉 甚至点蜡烛 这些都可以 就是帮助你 有一个创造一个环境 帮助你可以放松 这是第一个 好 然后我刚好带到 我们刚好带到 那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这样子做的 当你的身体就是 有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瑜伽跟进行有时候是连在一起的 瑜伽的体会法练习 是帮助你把身体打开 就是我们的身体常常因为日常的生活 劳动跟坐式变得很紧张 很紧绷 所以关节也很紧 肌肉也很紧 筋膜也很紧 所以你的身体就很难 就是我好好坐着 维持一个姿势 长时间不要动 因为你的身体很快就受不了了 所以需要瑜伽的练习 就是协助 需要瑜伽的练习 去帮你慢慢把身体打开 然后所以打开之后 你的身体就有办法好好坐着 那 所以这个坐的环境 在还没有打开身体之前 你可以先试着找到 让你舒服的 所以你可以把脚松开 让脚就是可以打开啊 或者是伸直 然后下背这边至少有个支撑 让胸口可以往上开展 让脖子跟肩膀胸口都放松的一个位置 然后试着在这里眼睛轻轻闭上 我们可以从这边就先开始